先生历史 基隆的建設房 這個應該是那種類似國東客房還是什麼 還有一張圖 那你看他的整個規劃裡面 就是把他整個重慶都放在北部 然後放在整個基隆 其實他重點就是他的港口 還有他的鐵路 那我之前聽說 他們那個基隆辦 這一種聯席會的時候 基隆文化主辦 然後在我來講之前的一場 就為了他們要紀念那個基隆港的建港的幾年 那就是說到底要從流民船算計 還是要從日本人算計 就引起了很大的生意 對 那所以後來結論是什麼 所以後來結論是什麼 就是由流民船開始 流民船開始 那流民船當時真的是有心 不過他公體部就建了很久 那可能真的使用也沒有 沒有真的去使用 但是我想他是開啟 台灣的北 往基隆走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你知道嗎 基隆跟淡水就在PK嘛 就到底基隆才是台灣的北端 還是淡水才是台灣的北端 他就兩個PK嘛 那因為淡水是 他是有一個淡水河直接可以通台北嘛 那所以有一陣子本來那個鐵路因為 本來有淡水的鐵路後來被拆掉嘛 現在捷運又過去嘛 那但是你知道淡水永遠就停在他的淡水小鎮嘛 因為其他也是被流民船 聽說當時流民船為了不讓法國人直接從淡水流進來 聽說他用船然後裝了石頭把它炸 再存在那個淡水河地 所以本來他是一個大船只可以進港的 也因此就進不去 對 所以流民船對於生態也是 因為為了戰爭嘛 有時候為了戰爭很多時候就會不擇手掛 那我覺得現在的科技應該可以了吧 其實應該把那個蘇俊一下吧 把那個因為我覺得台北市對這個河流 沒有沒有很很認真 那所以其實台北市做一個河流的城市 他其實河流給他很大的 我那天看到一句話看得有點毛毛的 他說河流 我看一個是講原住民的 他說河流走過的路會想念 河流會想念他走過的路 那台北好多的豪宅都蓋在河道上 對嗎 對吧 因為像台北我們民船有一個激河校區 那個建台那邊有一大關 都是本來是激河嘛 那其實本人就把它填了吧 基隆盒解彎曲子 那後來到幾十年前不是又解彎曲子很多 所以像那個大紙啊 內湖裡面的公司那邊啊 然後那個都市結彎曲子嘛 那我看那句原住民的智慧語 所以河流走過的河流會想念 哈哈哈哈 所以我上次去那個練科演講 去有一個科技公司演講 就說我們這邊原來都在河道上 所以有時候做都市規劃也要 也要去把歷史好好研究一下 所以我們一直跟河水搶入 這是一個問題 那來我快速的撒開回憶一下 就是說 其實日本人最大的使用是因為 當然是因為基隆最靠近日本 那尤其是日本人是一個海洋國家 他又是一個那個漁業的國家 那在那個時候海洋 海大輪船是最重要的輸運 所以日本人就發現 基隆簡直是處女帝啊 對日本人來講 因為他發現基隆的漁業很傳統 就是都只有那個近海的捕撈 就是沒有遠洋什麼都沒有 所以日本就移了大量的 大批的日本海洋的移民來基隆 然後教基隆人怎麼捕魚 所以基隆的各地方的漁港 都是日本人建構起來 而且他教他怎麼做 各種漁 所以什麼水產啊 所以我們現在說基隆有什麼 這麼多的海產啊 基隆的各種漁港 都是日本人建構起來 這是一個 所以我常講說台灣做一個海洋國家 其實我們一點都不侵海對不對 那我們以前海洋是一個禁地 那再一個就是說我們 所以你看台灣這麼多的大學裡面 跟海洋有關的學校 就只有兩個三個就很少 就兩個吧還三個就很少 我們黑洋海洋人才 我們海洋人才真的非常的缺乏 像黑潮我們研究的也很少 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基隆可以再把這件事情把它拉到 因為海洋海產這是一個 所以你知道特別其實基隆是一個港市 它完全是港口 因為那個港口可以做無限可能 它是一個吞土嘛 所以這裡面就是一個很重要 所以你知道那個時候 就基隆就開始改正 開始做一個城市 然後開始填土 然後開始建構那個整個城市 所以這個是在1945年 美軍所畫的基隆港 那這整個建構不是粉底建構 為了要大輪船進來這裡吞土 那再一個就是基隆的那個 這個是它的基隆港嘛 那我每次站在這個位置 我都覺得超感動 因為你想看 你出去就是世界了 所以你看基隆 可能每天看那些船家 噔 它很難沒有世界觀吧 因為它看到的都是噔 這種在我的語音是看不到的 咚這樣 我們也都看到高鐵站就興奮了 看到高鐵站有什麼好厲害 看到這種才厲害 因為它把你載著 就航向全世界了對不對 所以我每次站在這個港口 這是上一次 上上一次吧 剛好在文化體演講出來 有一個我請一個女的姐妹 當警車司機 她載我來 所以來幫我拍一張照片 我要跟這個拍照這樣 好 然後呢再一個就是說 來最大量的人口就進來了 所以你知道基隆其實有日本人 那有台灣人 那那個時候整個基隆裡面 他們其實是日本跟台灣人的 結合的一個建構的城市 那好賺錢的當然也不可能 那台灣人就跟著日本人來賺 那因為主要是港口 所以男性的人口比較多 所以這是 在日本時代 就主要是依賴港口為生嘛 所以就是說 日本人也把台灣人跟日本人隔開 那日本人的活動 用工會場為主 那台灣人主要以清安工為主 所以你可以看到 各個角力的人就在基隆上面 整個以基隆港口 哇 這個商機很大 這個吞吐量很大 所以基隆港在當時 扮演一個非常重要 那這個就是 我剛說西部鐵路 最主要是因為日本人要 修讀鐵路 從事軍隊跟物資的補給 這才是他最重要的 然後他才把台灣的這個 鐵道洞貫線 這是基隆港 最重要的一個起點 容詞記將會出現 平日信報的出現 然後這當年日信報有登出來說 1908年4月2十號全線公車 那14四號在台中 為什麼在台中 因為他是基隆下去 然後高雄上台 這樣子來台中會的 是日本人當時做的 所以台灣的邊界 也從這裡開始 所以基隆做一個頭 這邊連接了基隆港 這邊連接了高雄港 然後就推土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兩條線路 把台灣整個各地透過火車 透過船 然後把它建構起來 所以你看基隆領頭在這邊 帶著台灣往北走 然後高雄這邊 那後來國民黨來這 國民政府之後 後來就及時大建設 把整個重心提到南部 所以北路才開始 我們最近郵輪起來 在郵輪沒有起來之前 其實北路基隆港 已經蕭條好一陣子 OK 我現場漁業的發展 這個就是幾個港口 所以我們去拔洪子 就看到這些景象 看到那個漁業文章 OK 好了 那在 再一個我覺得基隆還有一個東西就是 你看我故意用兩個概念 一個就是日本人當省在戰後被遣返的時候 他們就是從基隆港對不對 那每個人只能帶一千塊的現金行李 所以你看那一個基隆那個時候承載了多少人的一種悲哀 他們很難過 因為他們很多人就算很多灣生現在一直回來台灣 他們當年的所有的情感 以前要去日本都要從基隆出去嘛 所以基隆對當時多少人來講就是一個夢想的開始 但是也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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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想的的的的ending 所以基隆港口在那種情況之下多少人被觀禮了 所以那個海角七號就演這一段對不對 那接下來就國民黨來了 那國民黨大量的那個軍人人老百姓全部都從基隆港下來 那所以在那個1947年發生了一個基隆大菩薩 那這一段時間往這個基隆到處 這個二八最嚴重其實就是在基隆 因為因為基隆的被強迫 在裡面他開始迎接一個完全不一樣的 那種生命經歷的人在這裡交會到 然後當然這些事情 你看這個很大的那種悲劇 我們說台灣的悲劇 這裡是最大的悲劇 就是1947年 然後呢不和平的和平島 現在和平島之所以叫和平島實在是不和平 然後最主要是說 這是一個大陸的現在在美國的一個學者叫余杰 他寫了很多關台灣史的書 他就講到他就講這一段歷史 他說因為你知道和平島很多琉球人 來教台灣的人什麼那個那個叫什麼 花花 花去嗎 不是石花洞 石花嘛 那叫石花洞 石花 石花洞 對就是琉球人來教嘛 所以琉球住了那個和平島住了很多的琉球民 所以當時也是二八事件 就是在3月11號就進入社寮島 然後把他抓走 所以很多人就是在路的時候 所以現在 有一些人就是 就有人就做了一個這個歸領盃 就是琉球民 因為每次講到二八 只想到台灣人 沒想到說 其實又琉球民在這裡受苦難 所以在這個後來就改名叫和平島 然後呢 所以我大概先這樣子抓一下 所以我把這個世界的基隆在這裡 世界的基隆 全世界的基隆在這裡 OK 然後呢 兩岸的基隆在這裡 OK 好 那台灣的基隆在這裡 OK 好 那如果相對台北基隆在這裡 OK 那我說歷史上 台灣基隆這裡有 有很多的人來這邊住過 有原住民 有漢人 有日本 有球迷 西法河南 還有更多的新住民 那我覺得基隆是一個 非常特別特別特別的城市 我每一次都看到 重讀一次 重寫一次 我是覺得好感動 但是我真的 還沒有力氣幫基隆寫一本書 所以就請賣回家 因為我覺得 真的我覺得基隆自己就是 一個很重要的程序 那如果基隆自己不說 那就沒有人幫你說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基隆 相對於台灣其他城市 它真的有更多不一樣的經驗 剛剛說的所有經驗 在台灣其他地方 很多都從來不可能 也不會發生 你說那高雄跟基隆一樣 當然是不一樣 高雄是尾巴 他不是頭 對不對 那尾巴有尾巴的角色 頭有頭的角色 可是高雄那麼大 人家已經是一個 艷霞市 基隆那麼小 就是只能這麼小一個 要不說白 白白都是男士啊 對不對 那基隆到底要怎麼辦 他要往哪裡走 我們那球市政規 那球酸起 有沒有 我說 所以這就是今天 來這邊跟大家一起 把問題留給大家 那我們公共來思考 基隆的下意 下意表面 好啦 那我來講 我的影響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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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ief 力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